好 我們開始 跑道那個可以的 是嗎 跑道那個可以的 OK 首先多謝各位新聞界朋友 今天人民力量黨團在立法會休會情況下 特別開了一個黨團的會議 因為連串的問題是必須要回應和重促處理 今天記者會有四個議題我們會講的 第一就是有關外傭的司法覆核案件的問題 第二就是有關機場第三條跑道 因為早前出了8份的報告書 而第三就是有關李克強訪港 而第四就是有關 涉及到少許有關區議會選舉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會再澄清一些所謂遙傳指責 首先我想大家最關注的和最熱門的問題 就是這個外傭的司法覆核 其實我們幾個發言人過去兩個星期 包括我們的主席毓民和我三個都在網台 都講了不少意見 今天我們會就回整個司法覆核的問題 以及有關外傭的所謂居港權的問題 我們會做一個整體的回應 先請黃毓民做一些問題講講 我們有一份新聞稿 大家可以看一個新聞稿 或者我簡單點快點 將新聞稿的內容講一次 這個是我們開會之後 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和人民力量的執委會 大家共同的立場 三名在港工作多年的外傭女傭入品高等法院司法覆核日警條例 爭取可以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此事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不關注爭議不休 各界人士紛紛就議題表態 政府堅持外傭不能獲得居港權 一犬廢日野來八犬廢星 親建制政黨誇大後果 煽動排外情緒撕裂族群分化社會 人民力量認為爭以攸關張顯社會公義、捍衛法治、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的問題 《基本法》第24條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是包括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後旅行政檢進入香港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對非中國籍人士 此定義包括了任何來自外地的僱員並無排除家庭用工 然而現時的香港法例第115章 《入境條例》第2條4A中 列明受僱為外來家庭用工 指來自香港意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 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 歧視在家庭工作的外籍用工 不少外籍居港人士只要符合《基本法》第24條第4款規定 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 同樣是來自香港意外地區的外籍家庭用工有何不可 兩者還有職業之分 同樣是來自外地的僱員 你應受到同等的對待 職業無分貴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入境條例》將職業歧視制度化 是妄固社會公義 面對行政凌駕公義 三位外籍用工尋求司法救濟 入稟法議院司法復合《入境條例》是應有之意 建制派政黨操弄議題與政府行系一氣 誇大外容勝訴後 能夠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數 藉此製造恐慌 於1999年保安局闊湖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當時任局長 只有167萬內地人 取得居港權的危員聳聽手法 如出一切 民建聯自由黨新聞黨在法院審理有關案件前 預測政府敗訴後引起的就業市場和社會福利等問題 將會嚴重衝擊香港社會 影響本地港人福祉 有關言論顯屬危言聳聽 並且有妨礙司法工程之嫌 就業不足乃香港經濟結構失行的惡果 外來容工不是導致問題的原兇 縱緩公屋醫療等社會福利不足乃特區政府 刻薄寡因 善材難寫所致 建制政團為政府推卸責任 取弱勢社群為代罪高揚 民建聯自由黨新聞黨五道市民製造恐慌用心可諸 更利害輕公義 截不可取 有政黨領袖竟暢以政府主動提請人大釋法 至香港司法獨立精神於不固 人民力量堅決反對 司法獨立精神乃香港社會核心價值 為一時利害關係而犧牲寶貴的司法獨立 法治精神必定處成大錯 特區政府在1999年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提請人大釋法 開出極壞的先例 如果再為外容居留權爭議提請人大釋法 就等於主動把居留權部分法律的解釋權交予中央政府損害港人自治的精神 基本法第158條定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 有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 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 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中局判決前 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現時高等法院仍未審理有關案件 特區政府倘若提請人大釋法 顯然有乖法理 人民力量堅決反對 我們這個聲明其實就是兩樣東西的 第一就是我們是認為這些外容 就是看了基本法第24條第4款之後 他們是有權去尋求司法覆核 在司法救濟的範圍裡面去彌補這個行政專權 就是對他們構成的壓迫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們要尊重法院 第二就是我們堅決反對提請人大釋法 這兩個是我們很清晰的立場 還有 有些人現在正在辯論 辯論一個預測的後果 各位 會不會有這麼多人來 會不會再中環構成壓力 對房屋構成壓力 那是完全未出現的一個結果 不是不是不是 你在這裡預測一個不可知的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法院就是說如果 裁定政府敗訴之後 一定會出現好像你新聞黨 自由黨民建聯 即是那個這樣的預測的後果 大哥 法治精神大家有沒有呢 國安都未審 是不是 好了 即使他真的審了 說外傭和外傭都符合這個 基本法第24條第4款的規定 如果他真的符合那兩個要件的話 那兩個要件是什麼 大家看清楚 基本法第24條第4款 有兩個要件的 是連續七 通常居住連續七年 大哥 是不是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你定基本法的時候 這兩個要件 大家要看清楚 大哥 法院要根據這個來做裁決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尊重法治 捍衛法治 維護公義 當然作為一個政治組織 特別是要參加選舉的政治組織 在這些 所謂香港 一犬廢日 百犬廢星的 一犬廢星 百犬廢日 這種情況下 你是很難 不會猶豫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政黨 除了那三個建制派的政黨 是一面倒 是吧 他認為他站在大多數香港人這一邊 另外那些所謂民主派的政黨 又抱琵琶 半遮臉 不敢表態 人民力量的立場 就是 我們引用了一句拉丁文 亦做英文就是 Let justice be done Though heaven may fall 實現正義 哪怕天塌下來 我們是不會計較這個選票的 OK 我們這兩個原則是很清晰的 第一 我們要捍衛這個法治 第二 我們是反對提請人大釋法 OK 看看朋友關於這個問題有沒有這些疑問 我們 會不會向政府有什麼行動 或者做什麼 沒有的 現在法院審都沒有審 沒有任何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政黨需要表態的 沒有得鬼鬼祟祟 是不是 好像有些政黨到現在都沒有表態 沒有得鬼祟的 你都要 這一招一定要押下去 對不對 你押下去 如果香港人認為你人民力量 不是站在這個香港人這一邊的 那你不投票給我 那都沒有辦法的 大哥 大家要記住 公義是長遠的 政治利害是短暫的 OK 就算一個政黨 政權 都不是千秋萬世 政治利害是短暫的 公義是永遠的 這個是我們人民力量的一個基本原則 好嗎 因為我們今天很多議題 我想大家也可以爭著我們那個聲明去寫 我可以講第二步 這個問題 我覺得全部都很關注 聽了沒有進一步的查詢 聲明就很清楚了 你對於有些政黨 好像又要登廣告 去逼另一個政黨去表態 或者是解釋 你覺得這些是否真的 那些策略 沒有啊 他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不過是很無恥 是不是 譬如你自由黨 你說會做成 問香港怎麼算 香港怎麼算 關公民黨什麼事 是不是 你關李志喜什麼事 問他如果官司 如果政府敗訴 香港怎麼算 如果李志喜勝訴 這樣都行 你赤裸裸 防外司法公正 這些是 這些政黨叫他回家睡覺 應該問他自由黨怎麼算 現在只有三個議員 還有怎麼看 現在好像地區裏面 很多建制派的政黨 都派拔很多彈將 不斷講 如果萬一官司 政府輸了 會怎麼會怎麼 你們怎麼看這種做法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派了這些彈將 我覺得是防外司法公正 他們沒事的 選舉其近 其實他們是 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 他當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如夫如婦 可以給你 就是 以偏概全 歪曲事實 是吧 那些菲律賓人來了 我們香港六尋了 香港人會信你這樣說話的話 那些香港人都是這樣 是吧 其實他們是侮辱香港人 是吧 有些人都會問我 他說玉敏是不是真的 會很多人來呢 我說你說呢 他照計就不會 就是你不是個個都 但是他們現在要造成一個輿論 外傭如果拿最低工資 那麽三級跳萬幾元 我們現在都沒有 最低工資萬幾元 你不要去死 你給呀 你張宇人給呀 你劉健儀給呀 是不是 你硬去歪曲事實 把那個公屋輪候策 又拉長了 說什麽 九五答八 還有香港人 很多人不是很知道 過去有很多人 就是外籍人 經常拿到這個 居港權 包括一些練馬的騎士 包括一些職業足球員 包括一些中華社 中聯辦或者新華社 一些的員工 很多市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摊回來 講回香港市民聽 過去這麽多年 連續七年 在香港居住工作的人 很多都拿了這個居留權的話 我想他們較為清楚知道 這個基本法 就是二十四條裡面 所列明的那個標準 其實現在的做法是 危言聳聽的嘛 那你利用香港人 現在很虛弱的 那種心態 是吧 有這麽解而已 是吧 他都要符合那兩個要件 才行 他入境處 我駐門七年 給張永久居民生找我 那你都要符合那兩個要件 才行 你打橫來 你現在記住 一定要澄清一些概念 現在法院還未審 他現在申請司法覆核 他現在司法覆核 法院排了期要去審你 法院就要去判斷 你那個司法覆核提出的理據 是不是符合這個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 第四府的規定 還有你有沒有權 去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這個是這樣來的 跟著 假設高等法院做了個裁決之後 你雙方 一方敗訴的 你不服 你還可以上訴的 還有上訴 還有終審法院的 大哥 現在連終審法院都未到 你就叫人大釋法了 審都未審 這班是賤人 這班是否正黨 是不是 破壞香港法治 你要搞清楚 但是現在的討論 就已經落了 好像寄成事實 政府已經敗訴 跟著未來有幾十萬菲律賓 女傭 還有他家人來香港 是不是這樣 那個不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先說個結果 是不說個過程 那個過程剛剛開始緊 大哥 法院排了期要審你這個司法覆核 你就已經在估計政府敗訴 然後敗訴之後 會出現社會動盪 那你不要去死 你這班人 對不對 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假設 如果這樣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對香港來說 這種言論 特別這些政黨 它不負責任 純粹為了討好大多數人 以為 經常罵我們民粹政治 這些就是典型的populism 我告訴你 最壞的一種 我告訴你 是吧 典型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 我們不會有任何的猶豫 我們都不會迴避 這個正是我們人民力量 我們經常覺得政黨是工具 人民才是一個目的來的 所以我們不會把那個選舉的得失 放在那個第一 未來人民力量會不會做些什麼 會不會落區向市民解釋 法庭都沒有審 等他們等他們 其實就回這個言論 我們過去兩個禮拜 在網台都多次解釋 和重申 至於說會不會落區解釋 我想就是 特別到選舉階段 我們會講 我們會講的 因為有些人會問我們的 我們就會解釋給他們聽 譬如說 我們現在開始已經不斷落區了 這個議題 都可能會有很多人很關心 包括待會我們要講 第三條跑道 這些人不可以忽略 大哥 這個對香港的影響非常之深遠 好嗎 大家就講我這樣